在2019年 香港相当大的一批反对派当中的 立法会议员 选举委员委员 区议员 跑美国 要求美国政府 就由于香港的反修理风波 制裁中国 制裁香港 接着勾结美国 利用反修理风波 一方面捞他本人的政治本钱 有些人由他自己一些政治商业图谋 那么接着要是我们不完善选举制度 恐怕下次 选举委员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 区会选举 他们还会连任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 对我们整个县制安排的一个冲击 我们可以解决一些由于选举制度 现存一些漏洞 出现一些政治问题 也就是说立法会里面 我们是爱国爱国者 爱国爱港的人士 主导立法会 选举委员会 还有行长官选举或在里面参加工作 在另外一个层面 除了我刚才说有些人勾结美国 针对自己国家 针对香港之外 往往特区政府有一些市政一些主张 有政治上不是很大争傲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议案或者财政预算案 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创新科技局等等 被他们拉布 然后立法会的秩序非常不好 我当行长官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起事件 就是有个立法会议员拿一个玻璃水杯 帅向我这个讲台 接下来都是永无灵异的一些体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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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